新鮮雞肉地瓜條炸得金黃酥脆 還得撒上調味粉提味 這是台灣知名連鎖素食店頂呱呱 隨著蘇丹紅辣椒粉風波越演越烈 現在也有罪行宣布 門市座位區旁 擺放的胡椒粉罐本來提供給顧客使用 但店員緊急把它收起來 另外還有外帶的胡椒粉包 也通通封存收進置物櫃 頂呱呱日前發出公告表示 針對有依律的品項已經自行送宴 即日起包含胡椒粉跟部分商品 都暫停供應 等待自行檢驗報告出爐 確認合格 才會再另行公告恢復提供 至於其他品牌 像是麥當勞則說 一向遵守政府法規 落實食品安全管理產品 目前沒有調整 後續會關注相關的動態 新店麻辣鍋也發聲明 強調麻辣湯底麻辣醬跟食材 都沒有添加蘇丹宏 更附上廠商的檢驗報告證明 而新北板交老店 原信仙科也用SGS檢驗 向顧客掛保證沒問題 如果有的話會啦 就是他如果有申告的話 我就是會比較安心一點 國各地政府持續激查中 依然有不少品項被驗出不合格 嘉義市一間雞排店 使用有問題的香辣十三香十包 胡椒鹽調味粉六十包 其中五十八包做成調味粉用完了 剩餘十二包全數下架回收 蘇丹宏風暴向滾雪球越滾越大 餐飲業者跟民眾人人自圍 只希望一切能夠儘快平息 別再影響食安健康 TVBS新聞 既健衡無可言 黃凱進 台北嘉義 從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錄 記錄